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即使攻略環節 這一節先跟進一下市場情況 暫時看到恆治跌68點 最近24638點 跌方0.27% 指國企指數跌86點 最近11031點 戒指成交暫時520億 其節跌30點 做24600點 低水40點 成交率暫時超過32000多張 上一節跟大家跟進了風電版塊 這一節跟大家講其他版塊 談到內房方面 見到華雲置地及遠洋地產3377和1109 都出了8月份方面的銷售數字 見到遠洋地產8月銷售額 按月升了24 至於華雲置地合同銷售方面 都按月升了63 見到股價方面都反映到這些數字 見到華雲置地 昨天大跌 稍為企穩 這一刻都在升8 最近17.98 分析數字都請來我們的分析員 今次繼續找到 我們的研究部經理陳惠聰 Jason在旁邊 Jason你好 今次跟你講一下 內房方面公佈八月份方面的銷售數字 剛才講到華雲置地及遠洋地產的數字 當中見到華雲置地大升6.4 但見到數字好像很好 但聲風來說又不算多 股價方面 應該怎樣去看這些銷售數字 最近不少文章都講到很多內房 都用到以價換量這個目標去做法 去推倒這個目標去銷售的情況 好像很理想 你認為華雲置地有沒有這個情況 華雲置地 其實今年上半年的銷售表現 相對比較疲弱 之前亦都有一些大項出道來 就質疑他 全年他的銷售目標 說要達到700億人民幣 這個目標 是否真的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看到他在上個月 出道來的銷售數據 都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都去到接近70億人民幣 開始舒緩市場上對他的擔心 但我相信關鍵的點 都不是只看他買到多少的銷售 就是你單體那個合約銷售金額 其實意義就不是很大的 因為當你每一個樓盤 都可能要打一個七折八折 用一個移價換量的方式來買樓 可能到時候去樓買到 即目標能夠達到 但會不會都有個代價 就說他的毛利率方面 會有個很大的壓力 這一部分就是每個月出的數據上 就看不到的 反而就說要等他去到 全年公佈業績的時候 再比較一下毛利率 看看會不會有個很明顯的下跌 到時候才可以決定到 去用這個策略 究竟對他整盤數 特別就是對他的盈利來講 會不會真的構成一個很大的打擊 但最起碼我們現在這樣看 這些合約銷售數據 出得好的 就應該都表示著 短期都應該不會有個很大的資金壓力 因為對於一些房地產公司來講 他們要用一個移價換量的策略來賣樓 其實這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他們可能本身過去一兩年 都賣了很多土地 即是在做很多新的樓盤 建築著 這一部分全部都是牽涉一個很巨額的資金 當如你說他們建完那個樓盤出來 發覺原來在過去的三個月都賣不出 即是把那些錢壓住了 這一部分就有機會令到他們的資金鏈 面對一個斷裂的風險 如果你說留意現時內地方面 一些一線城市其實都還是有個限購令在 而且都見到他們那個樓房的庫存 好像你說深圳來講 都去到20個月以上 換言之 如果你說現在在深圳方面 有很多樓盤的房地產公司 他們都可能會面對一個壓力 就是之前窄了很多貨在 接下來他們要清貨 都要用一個相對比較便的價錢 來買一些新盤出來 所以你說會不會 華原置地也好 或者其他內房企業也好 都會有同等問題 到時都要留意他們的業績表現 傳統來講 內地的樓市就是金九銀十 但是見到今年不少文章 講到內地的樓市的積弱 你剛才提到開發商 就要劈價去到賣樓 除了去追目標之外 都是資金煤籠這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你會不會覺得 今年傳統旺季金九銀十已經不在 例如今個月 畢竟有39個 新盤來到會發售 其實情況會不會不如以前 是的 金九銀十是每年都講的 我相信你會說 今年的情況不會太頑 至少看成交方面 都應該可以交到功課 但是究竟那些樓 是用一個什麼價錢拿出來買 這一部分大家要留意著 但是都要小心 因為單看在中秋之前的禮拜 就是上一個禮拜 見到部分內地一線城市的交頭 都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好的 例如說北京地區那邊 上個禮拜按照來講 交頭都跌了七成 上海方面都跌了三成半 反映說現時內地樓市的復甦 未必說真的好全面 之前一些放鬆了限購令的城市 一些二三四線的城市 自然是可以做得好些 但如果你說單看一線城市這部分 始終現時那個交頭 都未去到一個叫做合格的水平 會不會去到九月中打後 那些人放完價回來 可以是有一個改善 那到時候就真的可能 要再看回更加多的數據 特別就說那個七十大中城市的 樓價指數 又或者說不同的一些 即一線城市 他們說的交頭量方面的數據 看出到來的結果 可不可以是有一個改善的空間 就說內房股方面 最大的利好因素 就說中央方面 放鬆限購令等等一些政策 但是能不能夠幫到這個板塊 或者一些個別 一些比較大的內房股 因為內房股方面 很多都是分佈在一線的城市 但是正正一線的城市 就是不能夠去到 受惠限購令等等 即是不能放鬆限購令這個政策 其實當他選擇這個板塊的時候 是不是反過來 反而分佈在一線城市 多一點的股份 反而不是首選 是的 但是我們幾可惜的地方 就不能夠說可以 對每間公司 那個樓盤的分佈 或者他們的土地分佈 有一個很清晰很具體的了解 因為你就算看他們的年報也好 業績公告也好 都不是說每間公司 是全部列出自己的土地在哪裡 那些樓盤在哪裡 那些樓盤在哪裡 所以當然我們理論上的說法 就說如果當一間公司 樓盤是集中在一線城市的 那自不然在這個時刻 就不能夠受惠到 那個放鬆限購令的政策 反而如果我們說回一些 集中在三四線城市 以往來講 一講到三四線城市 為主的地產股 就是在講恆大地產 所以也都是見到 這一間公司是今年上半年 那個合約銷售的數據 都能夠是跑贏同業的 那接到去七月份來講 那恆大都叫做完成了去全年目標 大概是七成二了 那這個的水平呢 都是遠遠高過了 其他那些集中一線城市為主的內房股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炒這個 所謂放鬆限購令的政策 那我相信恆大方面 就相對的表現應該要好些了 如果他單炒這個因素的話 當然恆大就有優勢了 但恆大整個行業來講 又是負債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一間 如果橫觀來講 應該怎樣去看這個版塊的股份呢 應該選一些大的 好像中海外、晚科企業 華潤之地一定是真的選擇 好像你剛才所講 就是炒三四線城市為主的股份 如果你說這一層 我就覺得可能是 以一些三四線城市為主的股份 可能會是 著數少少 因為如果我們看回那個銷售量 接下來他們應該都能夠是跑贏大市 但當然了 你說有部份的公司 例如月秀地產 又或者是碧桂園方面 之前都因為可能負責比較高的關係 而要做一個公股的動作 剛剛提到恆大方面 會不會都有雙類似的部署呢 但如果你說看回現在的股價 又不是屬於近期的高位呢 照計它在這個時刻去配股 或者公股的可能性 就不是太高的 所以如果你說作為一個 就是中短線部署 純粹炒回一個限購令 放鬆這個概念的話 我覺得這一類 相對比較二三線的內房股 就可能是可以薄一薄的 但如果你說講長遠來說 始終都是萬科 中海外這一類的負責比較低 和土地儲備相對比較雄厚的公司 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清晰 謝謝Jason 這時候和大家也跟進一下 整個內房股的最新表現 我們看到中海外 現在你們的五線 華潤之地 現在是升一毫 最新報18元 萬科企業在跌 最新報14.9元 至於碧桂園是要跌9元 西莫房地產在跌8元 富利地產升9元 雅居樂升4元 合景泰富要跌9元 六成中國跌7元 而恆大地產跌1元 好這段時間差不多 謝謝Jason 和你做新報 提及過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Jason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有直播的環節 也是問題環節 如果大家想問股票問題 打來我們的問股熱線 204-6566